通常過時過節 有人生日 未來母親節、父親節 這些發海味就會有人想問 曾幾何時我就拍過一條片 就是用這個焗水的方法去發花膠 這次就想示範一個不同的方法 發出來的花膠更帥 酒膠又少 又大隻些 總之正 這次這個方法叫做蒸花膠 有沒有試過蒸花膠呢 其實我們選擇花膠的時候 買回來的時候 最重要是敲出來是通透 透光的程度要是見得到的 或者是儘量不要有蟲鑄 有時一隻半隻有都沒有 好 接著就這些叫做花膠筒 有大有小 這隻是屬於一些大一點的尺寸 如果你用花膠扒都可以的 一樣做法而已 我們首先買回來的時候 什麼都不要做 千萬不要拿去洗它 它會不會髒呢 我們不理會 首先第一件事 將我們的蔥切開 薑就切幾片出來 餘下的步驟 大家應該都猜到的 就是用一個碟 用一個容器 就將花膠放進去 將我們的蔥段薑片擺臉 或者是攝在旁邊 然後就拿去蒸 大火蒸 蒸它大約是15至20分鐘 視乎你花膠的大小 這次我就用這個蒸焗爐 我就選擇蒸15分鐘 稍後我們會知道究竟要蒸多久為止可以的 這個做法其實是要令到那個花膠 和我們的水盡量是接觸得少些 假如我們是用熱水或者暖水去浸 它會走膠 這次這個做法是要令到花膠接觸到暖水 或者是熱水的機會減低 好 這個時候就準備一盒的冰水 稍後就會將花膠放進去浸發 好 拿出來的時候看熱 都挺熱 我們這一步的目的是要將那個花膠蒸完它 我們首先什麽都不要做 試一試它淋不淋 你按下去 它肯變形 不斷抑鬱到少許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但是如果覺得你還不可以 你可以再做多一次這個蒸花膠的動作 假如是可以的話 就將它們放進去這個冰水的裏面 這些水最重要是要凍 假如這個花膠是被熱水浸的 它會慢慢有機會走膠 所以是要凍水 有冰 能夠浸過它們 然後就可以用一個密實盒 或者用一個碗 大碗 裝起它們 然後放進去雪櫃裏面 浸去過夜 第二天起床 我們檢查一下 究竟這個花膠會變成怎樣 第二天 我們12小時後 我們可以檢查一下我們的花膠 我們看一看 其實那個尺寸 你見到它就已經大隻了 所以那個水分去吸收之後 其實是少了一些 我們拿出來驗一下貨 好重 你見到它那個大小 對 明顯是比我們先前就大隻了 這一步我們先檢查一下 我們拿一兩隻出來看看 好 這個是我們的花膠 其實它的形狀大了一些 厚了一些 其實有些位置還是偏硬的 其實還不可以的 差一點的 你看到它已經可以屈曲到的 這一隻也是屈曲得到的 比我們之前大隻了很多 你看 其實這些一樣是屈曲得到的 軟身的 其實這個方法比我們一般焗水的方法 就大隻一點 漂亮一點 還有那個走膠的情況都會少了很多 因為我們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我們不是有一個水 去不停加熱去煮或者浸它 所以那個膠質是可以保留得好一點的 神經病 差不多是一隻半 那 留意我們第二次去蒸它的時候呢 一樣呢 要是用些些薑啊蔥啊 去令到它的味道就減弱 假如你擔心它有腥味 這一步就很重要 接著一樣用來蒸 記得記得我們所有的容器都要是沒有油 就是整個浸發過程是要沒有油 假如你有油 花膠會化 會散 OK 我們就拿去蒸多一次 這次蒸的時間就短些了 大約是五分鐘十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其實你看到它又大隻了 它本身是直的 即是可以長打直放 現在不行了 我有點擔心轉頭是不夠放的 冷凍冷凍冷凍 用冰水降溫 降溫之後就可以再放進雪櫃 再去浸發多12小時 好 遲些看 記得把雪櫃 先看看 又大了很多 厚很多 你看 不過已經軟了 OK的 早上還沒開聲 多大隻 這個厲害 神經病 大了很多 神經病 這個是36小時 36小時的浸發過程 假如你的花膠真是很厚的 那就可能你要余多一點時間 但你可以知道 其實我今次用過花膠筒 並不是真是很薄的 假如大家玩一些再細一點的 即是比這些小的那些 即是再細一點的筒 那個時間可能可以再短一點都可以 或者是可能 可能18個小時或者12個小時都可能已經可以了 因為其實薄的那些 真的是很快的 誰知這個 就是未浸發的花膠筒 不用說了 是的 36小時的浸發過程就是有這麼大的分別 蒸花膠的過程就是這樣做 其實你可以見到的分別都真的很大 蒸花膠和它的膠質可以保存得多一點 大家就不妨試一下這個方法 可能發出來的花膠會是更加美 更加好吃 不是什麼特別的影片 但是就叫做資料性多一點 大家想怎樣用花膠 怎樣吃它 就自己再發揮 發完花膠怎樣吃呢 我們接下來會有片的 好了 今集這個花膠我們總共是發了36個小時 你看到它那個大小其實已經是大了 接近是1.5至2倍 那個厚度很明顯是真的厚了很多 最重要是發得好 發得快 英俊 不走膠 是不是 我們這次到此為止 喜歡的網友請你分享出去告訴朋友這條影片 是可以蒸花膠的 然後讚好訂閱頻道 按鐘仔 追蹤Instagram和Facebook就最好了 多謝收看不熟不食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喜歡的經營 跟我說誰是高音樂 і 同時 咱們在吻了 不準是你隨便 再喝點 零派 很傷心 Honor 我來喝點 啦 我來喝點 啦 我們來喝點 啦 我來喝點 壞點